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协商生物文化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张振宇 我在2018年成立的公司 一开始是以环保吸管作为我的创业项目 其实我把我的创业 从2018年到现在的创业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环保吸管的推广 第二个阶段叫做从吸管到吸管 从我们使用吸管到吸盒的管理 第三阶段是煮水草而居 也就是我们把锈钩案系的这个植物做成建材 刚好2018年的时候有减速的全球议题 所以那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对环境友善的事业 然后也是充满了商机 所以我就成立了公司去做这个事业的推广 在2020年的时候刚好遇到疫情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跑到了花莲去 在花莲的时候开始从事实际上的种植 我们也发现因为我们种植之后看到了很多的吸盒 冰溪植物跟河川的关系 包含了阳城抑制的效果 包含提供了生态气地 然后也包含了减碳 就是现在一直在讲的2050经营碳盘 到了今年度的时候 我们也从原来的吸管 然后吸盒的管理 到现在我们做成了一个产品就是建材 我们现在是跟成功大学一起去共同去做开发 然后把乳尾的纤维做成环保的滤建材 预计在6月的时候会有第一波的产品会先出来 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 一开始其实我也不确定我自己是不是社会企业 了解了透过TICK100 然后参与之后我们也有获选 然后也更让我认定自己是 自己创业的项目比较像是社会企业 在推广社会价值 实际上到了地方之后我发现 我做的又有点像是地方创生 就是我把我的价值带给了地方的人 然后跟地方人一起合作 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就更觉得是 我是把社会价值带到去解决系统化的问题 其实整个环境的议题 其实我们并不像是环保的提倡者 这个社会其实是很多元的价值观 环保只是其中一块经济发展也是其中一块 所以我更像是想要找到环保跟经济之间 对话的那个可能性 从我在跟这些不论是成功大学或是工研院 或是最近还有跟鸿海联系 其实我在沟通过程中我就发现说 其实在每个领域都有它的专业 作为社会创业社会企业的创业者来讲 我们可能不一定是能懂所有的专业 可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价值去沟通清楚 然后让更多的这些专业的人一起参与这个系统 然后这样才更有机会改善 现在的整个系统的问题 我说的是系统问题而不是环境的问题 因为我们会希望是环境跟经济达到一种平衡 所以这是我这大概四年左右的心得 谢谢